夏天不知道穿什么?该怎样穿?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到一个一瓶好的穿搭模板来学习它的穿搭技巧 配饰选择以及妆容搭配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就会形成一套适合自己的穿搭风格 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迪丽热巴的甜美夏日风穿搭 初夏风天和迪丽热巴一起可爱过夏天 热巴就曾在微博晒出一组甜美夏日风的写真 并配闻夏天就要可爱一点 热巴身穿鹅黄色针织短袖上衣搭配黄蓝色格子裙 绑着双马尾搭配紫色花瓣耳饰 手握蒲公英显得俏皮可爱 元气满满给人一种夏天凌家女孩的感觉 迪丽热巴甜美夏日风造型穿搭解析 一短款上衣搭配格子裙 打造清新甜美气息热巴迎接夏天的造型 真是令人想象不到 上身鹅黄色针织短袖毛衣 仿佛还在春天搭配下身黄蓝色格子裙 又回到夏天 时尚穿搭简单又洋气 穿出可爱上衣风 虽然上衣的毛衣材质 有点不太适合这个季节 但是对于明星来说 这都不算是 我们在日常穿搭中 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穿搭 短袖毛衣深V的设计既能修饰脸型 又能凸显肩颈线条 延长颈部的视觉效果 短款的设计可以达到显瘦的效果 格子裙的格纹元素 使经久不衰的时尚宠儿 高腰搭配上衣短款设计 将身材的比例划分的恰到好处 形成黄金三七分的即适感 既能凸显出身材的高腰线 拉长身材比例显得比较高瘦 而且还能修饰大长腿 显得非常具有气质 二 纯色上衣搭配格子裙 尽显穿搭层次感想要打造出 甜美夏日风的造型 需要在色彩搭配上 用心的进行选择 比如格子裙的搭配方案 基本上都是遵从搭配 纯色系的穿搭法则 因为格子裙本来就属于色系较多 色彩比较斑驳复杂的服装 如果选择花色系上衣 就会显得穿搭没有主次色调 显得太过滑少 完全没有层次感 所以在格子裙的穿搭配方面 上衣就必须选择纯色系的服装 这样才能打造出我们想要的 甜美夏日风造型 三 眼月配饰搭配精致妆容 完美散发清新甜美气息 热巴属于是浓妆系美女 高挺的鼻梁和深邃的眼眶 以及弯弯的眉毛 五官略带的抑郁风情 让热巴的颜值显得越发抢眼 粉色而是花朵的造型 更是使得它充满了 林家少女般的清新气息 配上双马尾的造型 使得热巴甜美可爱 完美地打造了一个 甜美夏日风的造型 PART 2 甜美夏日风造型 穿搭知识点衣 色彩搭配不宜经典黑白灰 显得没有活力感 很多女生在日常穿衣搭配的时候 都非常喜欢使用经典黑白灰 这三个颜色混搭 虽然这样搭配简约清新显得很有高级感 但是她们在夏天却少了几分活力的感觉 并不是很适合女生在夏天打造甜美造型时来穿 上途中杨逆所选择的颜色搭配就很好地打开了活力感 在炎热的夏天 女生就适合穿一些颜色略鲜艳的一些衣服 显得自己比较有活力 这样才更符合夏月甜美风穿搭的感觉 黄色 本色 蓝色等色系都是非常适合在夏天穿的 她们自带清新气息 但是在搭配的时候 要注意色彩的层次感 不要用了过猛导致色彩太过突兀 也不要不敢搭配 导致色彩过于单调没有层次感 二 适当漏肤 凸显青春气息女性在夏日穿搭时 如果想要打造出青春少女的感觉 可以去尝试一下选择适当的漏肤 但这个漏肤可不是为了体现自己的性格身材而漏的 所以在选择漏肤时的部位和面积大小就很有讲究了 暴露太多会导致造型风格变成了成熟性感风 打造不出简灵感 露得太少显得太过保守 又丧失了夏日青春活力的感觉 所以在漏肤时推荐漏出双臂 颈部以及少许腰部的肌肤即可 不宜漏出太多 可以穿搭一些短袖或者短款的T恤 既符合夏季穿搭又可以达到漏肤的效果 下半身则可以随意很多 搭配上衣穿搭即可 各位女性朋友感兴趣的可以在这个夏天 学习一下这种穿搭类型 将自己永远留在18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